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25号星期一天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这两天 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又登上了简体中文媒体的头条 他就是基辛格先生 前美国国务卿 我为什么这么说 说是简体中文 因为大家搜一下 很明显看出人民网新华网等等 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 都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来报道来评论 反而你在谷歌或者是雅虎上搜 Kissinger China 都是2020年以前的新闻 乏善可乘 这一个媒体对这个事情热度的区别 就能看出来 基辛格目前在中美两国对外政策 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当中所起到的一个作用 那就是很显然就是叫墙内开花墙外乡 在中国 基辛格仍然是被作为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重量级人物 引用他的发言 官媒把他作为难得的专家进行引用 但是在美国 无可耐火花乐去 基辛格已经过时了 从这个角度讲 这也是中美两国政坛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美国人翻篇啊 实际上是很快的 基辛格今年96岁 他呀 说实话 哎呀 我不得不苦笑一下 实在是在华盛顿也好 在美国的政坛也好 已经没有了什么影响力 不用说基辛格了 大家看看 现在的美国媒体 现在的这个重要的一些关于外交政策的场合 都已经没人聊川普了 只有那些川普还在念念不忘 现在谁还聊川普呢 已经把他当成一个社会人 已经把他当成一个圈外的人在讨论了 连川普都这样 何况是早已经垂垂老矣的基辛格呢 不用说川普 你看川普当年这些大腕的智囊 还有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人为公敌蓬佩奥去了 哈德逊 基金会 著名的中国政策的推手 于望春先生也去了 那么博明好像也要找个基金会待着 从这个角度讲 只要是 政治上换了旗帜 换了老大 通通的会换一大批人 原来这些人只能从政策的角度 从学术的角度 偶尔接受一下媒体的采访 说的招调的 媒体多采访几次 说的不招调的 连媒体都不理他 这才是一个政坛正常的状态 但是中国的媒体简体中文把基金格当成了个宝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会议上 都是谁来了 聊了什么 这个会议的重量级人物 当然中方是王岐山 还有王毅 美国这边就是基金格 甚至连其他的 其实现在中美之间的重量级的专家学者 可以在媒体上频频亮相的 有很多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写下了这个百年马拉松的白邦瑞 当然了 白邦瑞不被中国人待见 因为他的本这个百年马拉松实在是写的太到位了 让中共不敢碰这样的专家 因为碰了以后他说出些话来不高兴 你说这个媒体是引用还是不引用呢 在这样的会议上 他们只能找特别能靠得住的 他们特别能掌控的这些老政治家来讲话 他们才感觉 怎么讲都不会 他讲出如来佛的这个手心 都在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之内 从而从这个角度讲 基金格已经是大外宣的领军人物 丝毫不为过 那么我们看看这次会谈 他讲了什么 比如说 基金格回忆当年的破冰之旅 就是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 他说这个事情的启示就是 有些时候要从一些小的步骤做起 他说这个小的步骤就是指乒乓球队访华 当年他秘密访华 最终促成了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样一个历史事件 当然起到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 我们在这里也必须给他一个公众的评价 在基金格和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 中美开始破冰 开始关系逐渐的接触 正常化 中国进入了联合国 台湾退出中国大陆 变成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大国之间打交道 这样一个正式的代表 对于基金格来说 和尼克松来说 当时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除了中美关系本身的重要性以外 基金格和尼克松还实现了通过北京 向在越南的共产党盟友 转达他们对如何尽快的停火 结束越战 这样一些信息 周恩来当时把这些信息都传给了胡志明 最后也导致了美国结束了越战 从这个角度讲 当年的破冰之旅 确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可圈可点的一个外交行动 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基金格他们拿来说事的 特别自豪的 那就是这个当年的破冰之旅 至今仍然念念不忘 那么基金格在24号的电视致辞里面 昨天他说 期盼两国人民能够基于两国在世界格局经济中的必要性 重要性彼此达成谅解 基金格可以说为美中关系的和解 为北京的声音在华盛顿能够传遍各个角落 那真是费了大功夫的 我们就是说前不久基金格 比如说在今年的3月20号 大概一个月之前 基金格以视频的方式出席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 他针对美中关系可以说是老调重谈 强调的是美国和中国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别想让对方接受谁 只有双方共诚打成共识才能确保世界的稳定 否则世界将面临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危险时期 你看基金格是怎么解释怎么来论证的呢 他说美国和中国是两个伟大的社会 各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对一些事情看法难免不同 但是现代科技全球化传播与全球化经济需要两国加倍努力合作 因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两国之间的理解 强调世界工业科技大国之间 美中之间一定要合作 除此别无他路 同时基金格还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 他说中国在国家控制之下 他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是令人赞叹的 越来越强大 但这不代表本世纪中国会在所有技术都领先 同时基金格警告美国说要和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谈判很难 问题就在于中国不一定会接受世界的新秩序 你看基金格讲的这些话 不光不管是昨天的这个纪念喷喷喷外交 还是一个月之前他公开讲的这些话 如果不用英文讲用中文的话 实际上都是杨洁篪啊 王毅啊 这些人老调重谈 表达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 几乎是这个照本宣科 他为什么和他们的这个观点表达的如此一致 风格都一样 为什么这么讲 那就是指题好好好好 对于有争议的问题 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特别是美国这些年来 朝野以及民主党共和党达成一些共识 甚至是政界老百姓 大家都迫切需要了解的一些问题 基金格一概不与涉及 最简单的就是 在新疆的事情 基金格你不知道 新疆的事情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地的头版头条 也是美国参众两院 在政策制定方面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吗 就是和中国之间 另外香港发生了什么 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荡然无存 香港人甚至被托要打疫苗 不打不行 那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基金格你不知道吗 当年中国的国家主席 党的主席胡锦涛来到白宫进行访问 当着奥巴马的面 保证不在南海进行军事化 结果回去后就开始造这个岛那个岛 派驻军舰 派驻飞机进驻 这难道不是悍然反悔 撕毁了自己 不在南海进行军事化建设的这样一个承诺呢 更不用说美国司法部这么多年以来 已经把他告上公堂的这些一件又一件高科技产权的盗窃 掠夺盗窃美国的人才美国的专利 这些都已经不是新闻 或者说没有什么争议了 因为很多都已经认罪了 那这些基金格同样不提 在节目进行到下个小节之前 我们恭请您给这个节目点赞 并且关注本频道 只有这样我们的节目才能到达更多的朋友那里 我们才有继续前行的动力 您所做的只是在节目下方竖起的小手上 点个赞点一下转发再点一下订阅就可以了 我们谢谢您 那他更没有提到的是 杨洁篪和王毅在前不久的阿拉斯加会议上 面对美国新任的国务卿 这可以说是基辛格的后任了 以及国家安全顾问 开始爆出口 开始破口大骂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等等等等 你看基辛格也从来没有为他的国家的外交官 为他的国家的外交努力 做出一些支持的表现 这都再次印证 对基辛格来说 他这碗饭吃到他厌弃那一天 就是要吃中共这碗饭 这也恰恰印证了 我这么多年以来 跟美国各界的朋友聊起基辛格来 我认为他们聊的是比较客观的 比如说确实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政治家 确实是一个外交老手 但是从价值领域 从思想深处这个价值观领域 他们跟我说说基辛格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 大家听到没 什么叫达尔文主义者 那就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谁强谁就牛逼 谁强谁就是正确 输了的就是没道德的 赢了的才是有道德的 你看这恰恰是基辛格这些外交官 这一代他全力以赴 在发挥愚弱之年 在这样一个九十高龄的时候 还千方百计为中共鼓与呼的一个 他的这个做法实际上已经引起了 现任或者是刚刚卸任的一些美国资深外交官的一些批驳 比如说现在住在台湾的美国在台协会前处长 这个斯多文 Williams Staten 他就在台湾的一个英文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台湾news4月9号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 具有影响力的中国代言人 Agents of influence acting on behalf of China 用这个词来评诉基辛格 他说基辛格是中国中共最重要的粉丝 他认为在基辛格当年的主持下 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承认 帮助中国蓬勃发展 至今中国已经成为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主要战略对手 当年美国以牺牲台湾为代价 至今台湾却成为全球模范民主国家与科技的奇迹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疫情 别再说中国美国什么印度了 干他都不如台湾 但是基辛格对台湾话题几乎是一无所知 基辛格只对北京感兴趣 台湾无关紧要 仅此而已 那这个说的是 我认为还是非常非常恰如其分的 他甚至说 基辛格终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奉承中国人 但对中国来说很显然就是在利用他 那么基辛格呀 实际上是中共大外宣以及统战努力的一部分 因为中国就擅长用这些刚刚卸任的甚至比较资深的一些官员来影响美国的对中政策 这里面人可不少 比如说基辛格开的叫Cassinger Associates 基辛格公关公司 这就是个公关公司了 里面有谁呢 有美国前国务卿海格 前国务卿贝尔格莱特 前国防部长科恩 前美国贸易代表谢尔斯 这些曾经主导美国外交军事贸易的前高官 都是基辛格 在中国古语乎 为中国古语乎事业的追随者 他这么做 说实话 也恰恰就是中方在海外统战策略的一个模板 为什么 因为他在美国这么做 美国不能怎么招他 美国是个法治社会 你替中国古语乎 那你古语乎就是了 对不对 没有人能给他以寻衅知识的罪名 或者说违反国家安全罪名 把这么人抓起来 但实际上 他们做的还真是叫胳膊肘子往外拐 那就是看着碗里的 望着锅里的 这边享受着美国的言论自由和法律的一个保障 那边忙着挣钱 你看公司都开了 叫基辛格公关公司 他们挣的这个钱 主要还是挣的中共的钱 美国这些人 现在的政界 现在的这个经济界也好 没有多少人真的买他们的账 基辛格可以说是在美国的历史上的外交官里面 在中国得到的待遇最高的 不用说他当年跟毛泽东是怎么怎么样了 就在2019年11月 基辛格访问中国的时候 习近平竟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的接见他 赞扬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不时时机的通过基辛格的访问 提醒甚至是警告美国 你要跟中国相向而行 大家看到没 相向而行 那么这个说辞 这套方式方法 被中共沿用到了现在 比如说就在昨天举行的这个视频会议上 王毅又在利用和基辛格他们对话的这样一个机会 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他提出了五点看法 第一 希望美国客观认识和理性对待中国的发展 希望美国与中国走出和平共处 合作双赢的老路 希望美国尊重和包容中国自主选择的道路和制度 希望美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希望美国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 你看王毅在通过和基辛格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 重申了自己的统战观点 重申了自己的这个战狼的做派 那就通过这五个希望 把中美之间所有的过错 所有的挫折 所有的误解 所有的这种争端和张力 都推给了美国 那就是中美今天关系不太好 千错万错 都是美国的错 中国当然没有错 中国好的事情甚至不能聊 我们哪一次看到基辛格在中国官员在场的时候 提过新疆问题 提过香港的一国两制问题 从来都没有过 这可见已经形成了一个套路 王毅啊 几乎是在利用基辛格进行破口大骂 他还说 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还是没有摆脱上届政府的阴影 没有走出对华认知的误区 还没有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 总之 千错万错 还是美国的错 你看 基辛格在开这样的会的时候 在面对着自己敌对国家不能说敌对国家 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他的首席外交官 在千方百计的污蔑 自己国家的外交同行的时候 基辛格竟然能听得下去 竟然不采取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方式 让对方知道美国啊 也不都是这样想的 你这样越讲美国的真正的外交官这帮精英 反而看的是非常清楚的 他反而基辛格反而配合王毅 讲一种严厉的训斥态度 这不得不说人老了 哎呀 真的是不行了 我们只能用 这个老而不死为之贼 这样一种方法来形容它 我们看一下人民日报用的标题是啥 我们就能大概的估计一下 北京中共又在琢磨什么呢 又在想耍什么花招呢 你看人民日报说的是 人民交往是美中关系重要的组成 最近在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些智库之间 也开始打一些擦边球 做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动作 那就是中美在官方方面 实在是已经冷到了冰点 俨然已经回到了冷战的时刻 谁在这个时候都不会说逆流而行之 非得跳出来自己当老大 说你们应该再弄弄一弄 这些专家也都可以说 是了解这样一个时候 不适合他们出来在露这个仇 在卖这个乖 于是很多人在打民间外交的这个幌子 就是说哎呀中美之间呀 不能只靠这个官方这样搞 民间得加强交流 而且你看人民日报不说了吗 通过基辛格的嘴把人民交往民间外交 提上了一个日式日程 我认为啊这也是扯啊 说白了 中国人民 连在民间自己搞民间外自己搞 中国本身自己政治的这个权利和机会都没有 你让中国真正的民间组织出来搞中美关系 这不符合逻辑 也不符合现实 想这样搞的人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就是脑子坏了 第二那就是良心坏了 就是坏啊 现在代表北京一些打引号的所谓的民间组织 民间智库在海外大声疾呼 要讲中美关系 要想要致力于中美友好 我们看看他们说的这些话啊 他们讲这些调调 几乎和基辛格和王毅都保持一致 那就是千错万错都是美国的错 中美关系今天搞成这样 你看哎呀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 文化不同 美国你不能强迫我 全世界没有一个对民主的统一定义 所以美国不能来要求我 如果这套说辞能够正确 我们反过说来也一样啊 全世界对霸权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是不是啊 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或者是联合国为首的这种国际组织 对某些国家的涉嫌大规模侵犯人权 甚至可能涉及总终灭绝的行为 开始调查 怎么就叫总怎么就能叫霸权主义了呢 如果民主的标签不能乱贴 霸权主义的标签更不能乱贴 从这个角度讲 中方每一次对外表述这种言辞的时候 都给人一种非常哎呀 这个脑子不好用 这帮专家脑袋都被驴踢过脑袋 那样一种感觉 这些智库 这些所谓的民间组织 有哪个是民间组织 光我在美国见到的 见到过哪一类民间组织 什么欧美同学会 我靠 欧美同学会是民间组织吗 他们的头都是退休的 外交部的领导 中国与行动化智库 哇塞 那更是一帮不要脸的学者 这个受美国培养 在美国公司工作过 开始向学习基辛格 开始搞这个拿着中共的钱 在民间开始搞民间统战 民间外交 都是这种德行 中国和美国之间 从中国来的所谓的民间团体智库 没有一家 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民间团体 他们都是带着统战的任务来的 他们后来的背后的 钱也都是北京给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如果基辛格开始为人民交往 这四个字鼓与呼 那我们真的是觉得 这老家伙 哎呀良心大大大坏了 当然了中美关系 其实不是最近几天 或者是将来一两周 最重要的话题 最重要的是怎么抢救印度 印度也是十几亿人 对外的交往也这么多 美国加拿大都有这么多的印度裔社区 印度如果这波疫情控制不住 那将是人类的灾难 到时候什么中美关系 美就没有中美关系了 美国和中国都被这个印度的疫情拖垮 全世界一夜回到解放前 大家都在疫情里 这个泥掉里面重新开始挣扎 暗无天日 这个绝对不是温言耸听 也绝对不是这个信口开河 今天印度确诊案例到了35万 又一次创造了记录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加拿大为了防止印度的疫情传染到加拿大 已经停航和印度之间不飞了 美国到今天为止还没有采取这样一个严厉的措施 我认为应该赶紧采取 因为事情很简单 应该吸取当年疫情起来的时候 没有马上封掉和中国航班的这样一个教训 如果当年封得早 事项就不会是今天这个这个样子 印度已经成了这个样子 你还不封 你非得等到把他的变毒的变种传遍了美国各地 把你前期的防御的成果毁之一旦 你才能想得起来吗 有时候我们看到美国英美国家 这个对待这种突发情况的那种 那种犹疑 那种低效 那种怎么说呢 那种笨 真的也是非常没有办法的 当然今天这个福奇发生接受ABC采访的时候说 美国应该做的更多 美国应该联合欧盟尽快的向印度提供协助 今天说了美国会考虑向印度提供这个AZ 阿斯特吉利康这个公司研发的疫苗 还要提供医疗设备提供氧气方面的协助 否则的话印度这一次将会成为人间惨剧 人间巨大的灾难 他这个灾难不只是印度本身的 他还会把整个世界拖入深渊 那这一天会到来吗 我对此不乐观 很可能会很可能会 因为就像黑格尔说的 人类历史教给我们唯一的一个教训 就是人们不容易记得历史 特别容易遗忘历史 我们看看这次印度是怎么起来的 什么大胡捷 成千上万人跑到恒河里去洗澡 不戴口罩 互相之间挨得这么近 马上就有上千人确诊 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这次疫情真的也是对方方面面的一些成见 一些所谓的发展理念 一些所谓的这些宗教也好 理念也好 像一个一面照妖镜 照出来你有多少橙色 不管你是什么宗教 不管你是什么理念 安全第一总是没错的 但你看印度搞成了什么样子 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令人痛心不已 现在反而中国在疫情方面成为了全世界沙漠中的绿洲 这也给中共一个底气 就是说你再怎么骂我死的人勺 我就能搞定你们 你别看你跟你说我新疆怎么不行 是吧 你要限制我的这个强迫劳动 限制有些产品的出口是吧 新疆对美国的出口仍然翻翻翻了好几倍 所以中国的战狼也说嘛 欧美啊嘴上叫着响 身体很诚实 这是战狼说的 也没说错 从这个角度讲 那真的世界了进入了一个跌宕起伏 这个加速往前宽奔的一个阶段 前边到底是绿洲还是沙漠 还是灾难 都有可能 我们丝毫不老观 因为人类就是这么愚蠢 我们不能看好这个族群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 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给节目 打赏 点赞 只有您的点赞 才能让我们的节目到达更多的朋友那里 我们谢谢您 下期节目 再见